大家好,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年度最强回忆沙周深翻唱一首《红尘客栈》,直接把芒果的这档综艺整破房了。 不得不说芒果台是懂情怀的,尤其是殷宗,几乎离不开三个字,回忆沙。 前有乘风破浪的姐姐王心灵以一首《爱你》掀起了一波回忆热潮,后有披荆斩棘的哥哥。 苏友鹏以两首经典老歌《爱》和《红蜻蜓》再次唤起了80、90后的青春DNA。 本以为披哥浪迹已经是回忆满满,没有想到这档殷宗更是情怀拉满。 什么节目到底有多怀旧,相信看了节目后的小伙伴都会忍不住来一句, 也轻回。而芒果台真的是把80、90后的青春拿捏得死死的, 也是网友们看了节目后给出的最多的评价,谁说不是呢? 在这个节目里聚集了一群有故事的音乐人, 他们跨越各个不同年代,他们都是话语歌坛的实力唱将, 他们的歌都曾红遍大街小巷,他们穿梭时光,金曲新唱, 带我们重拾记忆,与我们共赴一场。 第一季播出成功出圈,斩获高口碑与高热度, 第二季回归依旧能打,口碑热度双丰收, 足以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时光音乐会就如一台时光穿梭机点燃了每个人的时光回忆, 唤醒了每个人的青春时光。 从上一季的谭永林,林志炫,许如云,凤凰传奇, 到这一季的田振,孙岳,梁永奇,阿渡, 一众实力派老歌手再次相聚。 虽然嘉宾阵容全换的,依旧七七皆是回忆沙, 他们往那一站便是一整个青春, 他们一开嗓就足以让人破防。 当孙岳穿着白衬衫、牛仔裤扎着俩小便, 再次还原当年MV中的经典形象, 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90年代。 当他再次畅想《祝你平安》这首经典老歌, 一开口就仿佛回到了28年前。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 谁不跟着一起哼了起来, 经典重现还是当年的那个味道。 孙岳的声音依旧温柔动听,直戳人心, 一字一句皆唱出了最真挚的祝福, 也祝愿每个人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都能平平安安, 幸福健康。 跨越音乐时光30年, 阔别乐坛8年, 归来他仍是当年那个唱着《祝你平安》的女孩。 虽然时光带走了他的年龄, 但他的模样, 他的歌声一点没变, 依旧是我们记忆中的样子。 经过了岁月的沉淀, 美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既有成熟女人的风韵, 也依旧青春元气。 初次亮相唱跳了一首活力满满的快乐指南, 轻快的节奏, 欢快的舞步, 一下子把现场的气氛活跃了起来, 让人不禁跟着扭动起来。 都说, 岁月催人老, 但孙月的状态也太令人羡慕了吧。 不得不夸夸芒果台的造景, 一个字, 绝。 无论是第一季的梦幻仙境, 还是第二季秋天的童话, 都叫人一眼便迷了眼。 画面感, 氛围感, 直接拉满。 在众多音乐节目中, 时光音乐会堪称一股清流, 他不以竞技出圈, 不靠比拼撰话题, 而是为音乐人们打造了一个 极温馨温暖的围炉夜话, 回归音乐本真, 治愈内心。 在其他竞技节目里, 不受欢迎的慢歌却特别适合 这种舒缓静谧的舞台, 歌手们站在银杏树下, 悠扬婉转的歌声就像讲故事一般, 唯唯道来, 一针一画接故事感满满。 很可惜张栋梁不是常驻, 但作为首发嘉宾却是一大惊喜, 接连带来的两首惊曲, 当你孤单, 你会想起谁, 北极星的眼泪, 果断掀起的全场回忆热潮, 温暖的歌声一响起, 回忆也一下子就出来了, 仿佛又回到的学生时代那段最美好的青春岁月, 真的全都是回忆啊。 只是有些小小的遗憾, 王心灵未能到场与他一起合唱北极星的眼泪, 要不然这波回忆热潮将会更加猛烈, 打破第一季的形势, 在首期之后没有立马进入庄主模式, 而是先办了一场合唱专场, 但算不上完美。 有些嘉宾没来, 有些嘉宾惹争议, 梁永祺和王大璐一起合唱了许愿, 氛围感有, 画面唯美甜蜜而又浪漫, 故事感有, 而像一部青春电影即时感, 全新的碰撞演绎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 但仍有很多人在互换原唱古剧机, 谁又不想看两人再次同框, 谁又不想听两人再次对唱一次, 那都是陪伴着我们一起长大的青春啊。 梁永祺开口就把我们拉回了过去的时光, 那些最美好的年少时光, 标志性的短发, 温柔清爽的嗓音, 甜美治愈的笑容, 它还是我们记忆中的模样, 不曾改变, 尤其是首次亮相一首胆小鬼, 一开嗓就已经深深被击中了, 还有多少人是为了阿度而来, 哪位80后的青春里没有, 他一定很爱你这首歌, 想当年又有多少人狂追过男才女貌这部剧, 熟悉的旋律一响起, 剧中的画面依依在脑海中再次涌现, 熟悉的烟嗓和歌声瞬间唤起了时代的记忆, 一如当年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让人百听不厌, 听着他再次深情演绎这首歌, 不禁让人跟着红了眼眶, 真是好久不见, 阿度独特沙哑的嗓音, 总能够将深情唱入人心, 他的声音自带一种沧桑感, 把每一首歌都唱出了自己独特的味道, 比如《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在他的深情演绎下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独特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完全不同的魅力, 一开麦就让人迷失在了他慵懒的歌声中, 实在无法抗拒, 真的是狠狠心动了。 让人惊喜地当属天真了吧, 中国第一代摇滚女歌手绝对是乐坛的大姐大, 一出场自带气场, 再次听到他唱响执着这首歌, 眼泪瞬间控制不住了, 实在太感动了。 经过岁月的沉淀, 他的身上多了几分的温柔, 但歌声里仍是力量感满满, 让人听得热血沸腾, 霸气不可挡, 他的声音极具特色, 自带故事感和画面感, 一开口就能把人带入歌声中去。 宝刀未老, 唱功一点不减当年, 完全是开口贵的节奏, 不管什么歌他都能够唱出自己的个人魅力, 周深一首《红尘客栈》又唱到了多少人的心坎里, 和原版完全不同的感觉, 田真唱出了一种豪迈感和满满的江湖意气, 温柔又不失气场, 侠女范儿十足, 完全被折服了。 此外还有众多的实力唱将, 比如周深, 每一次他都能够带来新的惊喜, 再比如刘宪华, 一个人堪比一个乐队, 一首明明就让他玩出了高级感, 配合了小提琴, 电子琴等多种乐器, 凭借着自己的音乐才华征服全场, 闪闪发光的存在, 谁不被惊艳? 只唱老歌, 只一回忆, 咱们就是说啊, 这一档怀旧音宗真的绝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